大家好 一次告訴你 一起為小袋、黛之穎大馬與球公開賽加油吧 語音直播無比賽畫面不惜污辱 Hello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每日新聞 Everyday News YouTube 頻道 我是小玲 大家今天過得好嗎? 一樣在我們的影片直播開始前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大家覺得這則影片這則資訊直播 對你是有幫助的 你喜歡這樣的內容 請在影片底下給小玲個讚來鼓勵我 那也歡迎大家如果想要掌握小黛帶進 最新最快的羽球訊息 包含哪邊可以看小黛的免費羽球比賽直播 小黛賽況、比分、對手是誰等等的 最新的小黛資訊 請大家一樣在影片底下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每日新聞 Everyday News YouTube 頻道 就可以第一手掌握最新最快的小黛帶進 最新最快的訊息囉 好的我們馬上來關心一下 今天就是小黛帶進 在馬來西亞羽球公開賽的冠軍賽了 馬上告訴各位小黛對手是誰 然後幾點比賽 以及哪邊可以看免費羽球比賽直播 稍等我一下 我稍微變換一下我們的資訊的呈現方式 好的那這邊馬上告訴各位的是 有關於這個對手是誰 以及哪邊可以看免費比賽的資訊 好我們先從這邊開始講起 小黛的這個比賽時間是2019年的4月7號 也就是今天星期天 預估的比賽時間是台灣時間下午3點 今天的下午3點 那這個時間是預估的 所以因為小黛是排在今天的第四場比賽 第四場比賽 所以前面還有其他選手比賽 所以我們會試前 大會會試前面比賽結束的時間而定 所以正式的比賽時間可能會更晚 也說不定 那也有可能會提早一點點 那目前這個預估3點呢 是從小黛這個臉書的粉絲團這邊呢 得到了這個最新的訊息 那小黛對手是誰呢 小黛對手是三口籤 日本的三口籤 世界排名是第四名 目前的對戰紀錄呢 小黛的生涯對戰三口籤是8勝6敗 8勝6敗 是佔有這個優勢的 那近期對戰呢 也是佔優勢的 因為小黛在上個月的全英公開賽 四強賽就遇到三口籤 當時呢 2比1就把三口籤打敗了 好的 那接下來告訴大家的是 免費羽球直播哪裡看 免費的這個小黛羽球 的比賽直播要哪裡看呢 因為大馬羽鞋 馬來西亞羽鞋的YouTube呢 他們這次提供一個非常佛心的服務啊 他們提供了一個YouTube頻道 然後這個YouTube頻道底下這個網址呢 點進去 大家就可以看到 小黛在下午3點的時候的 冠軍賽這個部分了 但是因為它是一個固定性 固定的這個鏡頭 所以它不會像愛爾達這樣子 有多角度的這個變換 那至於很多朋友問說 為什麼沒有愛爾達的這個免費觀看呢 因為愛爾達現在改又要收費制了 所以就是 目前我們大家都是以盡量用免費的部分呢 讓大家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訊息 好那 大家一定想說這個網址現在在畫面上不能點對不對 那沒有關係 在影片底下呢 有一個說明欄 在我的影片 YouTube影片底下有一個說明欄 大家把說明欄點開 就會看到 往下滑一下 就可以看到我這個免費直播哪裡看的這個連結了 那我也現在呢 快速的把這個免費直播哪裡看的連結呢 貼在我這個 我們直播旁邊的聊天室 稍等我一下 我馬上貼給大家 好 好已經把這個我們的這個直播的東西呢 我們的這個訊息呢貼在旁邊的聊天室了 所以說 這個網址呢在我影片底下 在影片底下呢有一個說明欄 說明欄打開 往下滑一點點就可以看到這個免費直播哪裡看的資訊 好這個網址點進去就可以看了 不論你是在台灣或在海外都可以看 那在旁邊的這個聊天欄呢 我已經也有把這個網址貼上去了 OK 那這邊呢要拜託大家一件事情 我們大家一起來集氣幫小戴加油 所以看到這則影片的你們呢 請麻煩幫我把這個影片呢 轉傳給 分享或轉傳給更多人看 讓大家知道說 可以看免費的直播 下午三點一到 我們一起呢 坐在不管是坐在電視機前面 或者是坐在電腦螢幕前面 還是拿著手機一起幫小戴加油好嗎 OK 所以幫我把這個影片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讓大家知道說 可以看免費羽球比賽為小戴加油 好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馬上來做一個這個賽前的一個分析 好那賽前的分析呢 這邊呢 是我的一個 小小整理的一個圖表 在網路上看到的這個圖表 告訴大家 那小戴呢 目前世界排名第一名 三口籤世界排名第四 那對戰紀錄呢 剛剛有說過 小戴對戰三口籤 8勝6敗的成績 那 今年的最近期的對戰呢 其實呢 小戴是在這個全英賽 已經2比1打敗了 這個三口籤 但是呢 去年啦 去年的雙方最後一場交手啊 是在 我看一下喔 是在這個 喔 是在這個 有點類似年中賽的部分 當時呢 小戴呢 是傷退 對戰這個三口籤的部分 是傷退 那 打到就是 第二局的時候是傷退 那 在 在追溯往前一場比賽呢 可以追溯到 法國公開賽 法國公開賽呢 那時候的三口籤呢 也是打敗小戴 所以說 其實三口籤在打小戴的這個部分呢 他每一年都會跟小戴對上好幾次 而且 都有辦法在小戴手中取得一勝 所以說他算是小戴目前來講的一個勁敵啊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這邊做了一個簡單的整理 這邊做了一個簡單的整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觀戰重點這個部分 稍等我一下 我把這個螢幕調一下喔 好 觀戰重點是 羽球女端最強的毛與最強的盾 矛盾大對決 那為什麼說是最強的矛和最強的盾呢 那是因為啊 小戴呢 就像是進攻上最強的這個矛 那 傷口籤呢 他是防守上最強的盾 所以這場對決有點像是 矛盾大對決啦 那其實從八強 從馬來西亞羽球公開賽的八強賽到冠軍賽 小戴戴之穎他招逢到的對手 剛好是2017 2019 2018 全英冠軍戰的對手喔 所以說 呃 他目前啊 在這個八強到冠軍賽這個部分呢 他遭遇到的是 此刻 在地表上 最能夠對他造成威脅的這個女單選手 所以 有點像是這八強 從八強到冠軍賽 有點像是連打了三場 冠軍戰的那種感覺啦 齁 那也是場場硬仗啦 那最後 我們非常希望 小林我自己也非常希望說 小戴能夠關關難過 關關過 已經闖到最後一關了 冠軍賽了 希望可以把他拿下來 衛冕三連霸 衛冕三連霸 好 那三口倩的特性是什麼呢 三口倩他其實是這個 呃 他有個綽號叫做日本小跑車啊 日本小跑車 他跑動能力非常的強 再難的球都能救得到 防守幾乎是無死角 我們不能說完全無死角 還是有死角 因為就是有死角 所以小戴才可以攻克他嘛 但是他防守已經幾乎啊 快要到無死角了 所以他再難的球就可以碰得到 但是他的克星是誰呢 克星就是小戴啦 小戴的這個特點呢 小戴在這一次的 在這一次的馬來西亞羽球公開賽裡面 他的進攻啊 我們可以再看到 他進攻又再進化了 他侵略啊 真的是 他這個進攻的侵略性 真的是一個 簡單來講 就是我們可以用侵略如火來形容他 真的是非常的強 那 怎樣強呢 因為其實小戴其實他這一次的進 他這一次 呃 尤其是昨天對戰陳宇菲 他整個侵略進攻的 這個積極性都打出來了 那 非常多次都上到往前去做積極的搶攻 還有很多次的一個進升球的快攻 讓這個陳宇菲都觸不及防啊 那除了侵略如火的進攻以外呢 還有他難以捉摸的假動作 以及掌控節奏的能力 都是讓這個其他選手 望其向被望球心探的啦 所以小戴我認為 一樣的一個一個點 跟昨天的一個點 我們再提一次 就是只要小戴這場球的 失誤率在降低 昨天已經非常低了 那如果能保持跟昨天一樣 這麼低的一個失誤率的話 一定能贏球啊 一定能贏球 那不知道講到這邊 大家怎麼看呢 各位球迷怎麼看呢 好我們在現場一樣 稍微做一個 小小的民意大調查 不知道各位球迷怎麼看 歡迎在底下留言 你對於這場比賽的預測 馬來西亞羽球公開賽 女單冠軍賽的預測 你覺得 小戴將以2比0 直落2打敗三口籤 還是說 小戴和三口籤呢 雙方要激戰到1比1平手 最後小戴以2比1獲勝 又或者 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 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們把這個留言簡單化 你覺得 小戴會直落2 你就寫加1 那你覺得小戴會2比1 你就寫加2 那你有不同的看法 你就寫加3 然後在後面留下你的這個留言 在底下開始留言 那讓我們一起為小戴帶自己加油吧 那預祝小戴馬來西亞 羽球公開賽三連霸 繼續當球後吧 那也跟大家預告一下 這個禮拜的比賽結束以後 下個禮拜緊接著 小戴會到這個 新加坡 去展開新加坡的一個公開賽 好 所以說 稍微跟大家這個 做個小預告 小預告 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直播 這邊也快要到一個 就是差不多要到一個段落了 那也希望說 大家能夠在我們下午3點的時候 一起來幫這個小戴加油打氣 那有可能在3點準時開打 也可能提前一點點 或者又可能是往後延 因為現在12點已經開打 第一場比賽了 所以大家有興趣 也可以點剛剛小玲給的連結去看一下 好的 那這就是今天小玲的直播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一樣在影片底下 記得幫我按個讚來鼓勵我 當然也歡迎大家如果想要第一手 掌握小戴戴自己最新最快的羽球信息 包括 包括哪邊可以看小戴羽球比賽 免費直播 對手是誰 比分多少等等 歡迎大家在影片底下 訂閱我的每日新聞 Everyday News YouTube 頻道 就可以第一手 掌握小戴戴自己最新最快的羽球的訊息了 OK 祝福大家看球愉快 有個美好的星期天 掰掰 掰掰 在影片下方 我們會有機會 在影片下方 影片下方